如果現在買10300會不會是高追呢? 他自己都未有貨的 都是watch list 中的 如果由他 如果你由這半年看就好像高了 又或者由低位無邁道就好像高了 但毛巾現在就已經升了上底 你拉回牆來看 他就不算是破餅股 拉回牆來看 因為10300或者長和系的股份是沉積了幾年 你真是抵抬就大約是在疫情的時候 大約是開始爆的時候 就是20年的時候就真的抵抬 但是你不能回到那些時候 這些類別比較長線一點 如果你是打算放在這裡收息的 你可以是分注入 因為牌子都可以,有4厘的 如果比起現在 這期是在說陸債 當然陸債的風險會再低一點 你就不需要有股價波動 但是那個回報相對上就 沒那麼吸引 如果你是去補低2.5厘的話 如果你看長江幾件EA的走勢 又怕高的話 你可以等到這裡高位 如果我這裡看短線 其中一個,如果你炒了那個食壺 應該是看53.25的 這個環行區間 如果有貨的可以看這個位置破 跌穿就可以開始食壺了 短線看過那一幅的話 你怕高的呢 其實我看它會不會有動力破了 因為長江幾件是持有電能的 剛才只是六部仔 電能已經是創了52週高 即是破了頂 長江幾件差一點 54.3厚半 你可以看它這個區間 有機會破上去 我就喜歡追求 那麼如果你覺得不喜歡追求 你等它會不會有機會 回到大約在一百天線左右 下去的上升軌 它暫時其實還在上升區間 但是有些是近頂的 所以如果你是覺得 喜歡有些回落 帶你回落到它回穩才能進去 因為 我不建議在下降的時候 你下降到它看到它站穩才能進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長線來說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我一般很少 我很少會不問隔牆持的 但是我也是剛才那種方法的